文字幕志愿者 李特农 代理生于1897年的浙江,和蒋介石是老乡,按照蒋介石的一贯的用人原则,只有老乡才能得到他的重用。 1915年,代理就在上海滩的股票交易所结识了蒋介石,是为他日后的飞红腾达打下了基础。 1986年,代理报考黄浦军校,是第六期的毕业生。 毕业后,代理就在蒋介石的授意下,从事情报工作。 他曾在北伐期间,潜入北方各省,为北伐军刺探情报。 如入无人知己,可见其特务水平还是颇有两下子的。 当然除了刺探军情外,代理还干了不少过多央民的蠢事。 比如,他充当蒋介石的找杨,曾用卑劣的手段,暗杀过一个又一个的民主爱国人士。 比如,暗杀著名民主人士杨姓、佛、上海著名豹人史亮才的。 这些人都是因为得罪了蒋介石,从而被代理的军统客户暗杀。 当然,人都是有正反两面的。 代理除了搞了一些作者的暗杀外,他有没有做过好事呢? 答案是有的。 在抗战前夕以及抗战中,代理和他手下的军统客户,为了民族大义,多次暗杀汉奸和日寇,有效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的嚣张企业。 也算是为国家民族做了一些贡献吧。 李克农将军生于1899年的安徽朝湖,他授卧军的高级将领,是唯一一位没有领过兵打过仗的上将。 但是,李克农将军却在另一条战线上做出了更加卓越的贡献,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汉马功劳。 1926年,李克农加入中国共产党,后打入国民党内部,从事情报工作。 1927年,国民党反动态,发动白色恐怖,大肆搜捕共产党人。 李克农用特殊身份掩护了不少共产党人脱离险境。 1929年,李克农潜入国民党总统,特务组织,并获得了总统投资徐恩曾勒的信任。 1931年,中央特科领导人顾顺章叛变革命。 在危机时刻,李克农送出情报拯救了上海的中共中央。 后来李克农撤离上海,来到苏区,并担任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执行局长。 此后便一直奋战在情报工作的最前线,长征期间负责保卫中央政治局的安全,为长征胜利立下汗马功劳。 抗战期间,李克农率领我党的情报工作人员,一是对日后发起了无情的情报战, 二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给予了最严厉的还击。 纵观战利和李克农的情报生涯,可以说战利完败给李克农,最后戴老板的名字也不好,战利自语农, 而李克农正是他天生的克星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